大家好我是Paul 九二到九五英文一起讀 这是一个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是希望说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 Robert Frost写的 虽然说我喜欢诗 喜欢爵士乐 可是不表示我很厉害 也就是说很多很popular的诗 其实我真的不一定知道 包括这首诗 看了我才知道 原来这首诗这么的厉害 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 他这边说的是 这个就是Robert Frost 说完这个诗 它是一首 它竟然说是一个最受欢迎 却也被误解最严重的诗 它的确在整个文化界里面 它扮演了一个很独特的角色 它的短剧非常的普遍 咖啡杯 冰箱的磁铁 毕业演讲都可以看到 大家引用它里面讲的一些诗词的句子 然后所以这诗竟然这么厉害我不知道 然后像上一次我们做的 那个if那一首诗也是一样 我后来经过朋友们 还是其实也是观众跟我们分享的 他说原来在温布敦的球场 就是入口处还哪里 就有那个if那一首诗 前面里面的其中一几几句词 然后就刻在那外面 原来这诗诗这么厉害 你看我多么的孤落寡闻 所以我有什么资格来教你这个 我没有 我只是因为或许英文看的算懂 所以而且大家希望可以来介绍 那我们就介绍 介绍不是问题 那我真的也得做一点功课 我才有办法把它稍微讲讲看给你听 所以这事实上 我发现到其实YouTube很多影片就是 很多人很懒 自己去懒得阅读资讯 所以从影片上来看 或者用听的的话 就是可以很被动的 把这些资讯给吸收进去 我自己也会这样子 像我们常看老高 然后看什么其他人 其实也就是被动的去接受一些资讯 这真的不是主动 如果是主动的 阅读必须是主动的事情 我认为看影片跟听影片 都是非常被动的事情 你唯一主动的部分 就是把它找出来看的 The only active part that you took was to seek out the video and watch it or listen to it and the watching and the listening itself is very passive in my opinion at least 除非你看我的影片是 一边看一边做笔记 then I would agree that you've engaged yourself in active learning you're engaging in active learning but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一般来说对我来说 看影片是个很被动的行为 就是怎么会讲到这个 好这不是重点 对不起 我们后来讲这条路 叫做卫行之路 这个诗啊 这个诗的标题呢 叫做The road not taken 那你知道take这个字是主动的 原型的就take 那他没有被采取这条路 这条路没有被你走上去 所以他用的是被动的 The road that is not taken 所以Roberfrost 是他的这个诗的作者的名字 有时候我们觉得外国人的信 有的蛮酷的 像frost这个字其实是很 算是有点浪漫的一个字 就双仪式地上双的双叫做frost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名字 这个信很酷的 OK我们一边读一边 就是我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好了 这样或许会比较快 还是我应该先把英文读过一次 然后我们在重读的时候 把它的中文翻译带进去 或许这样比较好 因为这样比较能够感受到 那个诗的flow 就英文原版的这样 好吧 then let's do that 好, let's go يف 开始了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are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ei leads on to Wei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结束 中间卡了一下 不知道有点抱歉 来我们回来 其实这词还蛮短的 比起那个if短多了 那我们一句句来 其实它文字上是很简单的 只是它的确它底下 蕴藏的那个意思 the underlying meaning 其实是很多人有误解是没错 因为尤其我做了点功课 我也看到说 所谓的误解大概是什么 因为它背后典故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也猜不出它误解的部分是哪里来的 说实在的 but anyway let's restart start over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所以这个diverge这个字就是分叉开来 没错 所以有另外一个字叫converge converge就是合在一起 像例如说 像我们知道什么长江黄河可能很长 对不对 那说不定说 这个支流那个支流 然后到最后converge到这个长江的主流里面 所以converge这个字 就很常见 那diverge就是分开来 所以the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在一个黄色的树林 树林是黄色的 或许是秋天了 这样子 多讲一个字好了 converge跟diverge 我们讲到这个字 我刚想想 你看老人 有时候想起讲点什么东西 然后一刹题就突然间忘记了 我要讲的是这个 就是如果我们讲岔路 有时候我们就叫它一个fork fork fork 不叉子吗 叉子不就是很多条 有没有 所以今天你走一走路 发现一个岔路 that's a fork 好 随便知道一下下 所以黄色临重分出两路 是它第一句的范例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习乎无法 两者皆有 所以很遗憾的 我不能两条都走 废话吗 你选一条 另外一条就没选了 so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下一句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那我身为 这句中文字 身为旅人 良久 住足 住足就是不走 这样子 所以这句话 其实都倒装句 so I stood long 这样子 我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很久 因为判断到底要走哪一条 所以这个倒装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so I stood there for a long time try to decide which one to take 好 身为旅人良久住足 下一句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所以这两句应该是走在一起 说实在的 ok so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所以身为旅人良久住足 寂寞远望 其一末处 寂寞的远望 他的就是眼睛看得很远很远很远 其中一条路的那个末端 所以往末端看 看看他到底立到哪里去 那所以你可能 哦那个可以立到一条河 另外一个可以立到另一个什么地方 那我们想去河那边来选河 所以可能看的目的是这样 好 所以再一次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这个one就是其中一条路 as far as I could 我能看多远就看多远 所以才叫寂寞远望 其一末处 下一句 下一句其实也就是跟着刚刚那句 这三句应该是蹦蹦蹦 应该这样直接下来的 so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所以我寂寞的远望 能够看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to where it bent 所以在那个地方 让它折弯折了 那那个弯折呢 是undergrowth growth是生长 那under是底下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路一路弯下去 然后就被草掩没了 因为那个草就是 地上在长的嘛 就把那个路给盖起来 所以这句的中文是 树从遮蔽 拐弯尽头 那个拐弯就是bent 那没错 这三句我们再试一次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大概可以的 身为女人 两久住住 寂寞远望 其一末处 树从 遮蔽 拐弯尽头 算是第二段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然后呢 我看了另外一条 这样子 那这个as just as fair 所以那一条路呢 就一样的just 这just就翻译成是 我们讲说公平正义 或之类的 所以两个东西 就是蛮平等的 这两个 所以两个就 就一样的just 一样的fair fair这个字 虽然可以理解为公平 可是也可以是美好的 这样子 然后就啊 你是我美好的一个 女性朋友 you're my fair lady 我记得这好像是 一个特殊的名词 so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然后呢 这条路 好像或许 还更近优一点点 他这里说的是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什么claim呢 其实这个翻译 跟下一句 其实是连在一起 对不起 我刚刚那句都还没讲 对不起 我们把这三句 一起放在一起 先讲完好了 so then took the other just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好 OK 所以 他这里看到另外一条路 那这另外一条呢 他现在先说的是 一样的just 一样的漂亮 fair 但是 或许 having perhaps perhaps 或者 或者他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 这个claim是声称 那声称什么 或者说 或者claim是翻译成 声称主权 宣布主权 这claim或许就是说 claim 他想要你去走他 这样子 所以这条路 可能可以claim 我来走他 这样子 so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条路 好像我应该 更应该走他呢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grassy 很简单的一个字 就是草这个字 加一个外边形容词 所以这条路 草比较多 然后似乎看起来 想要大家 去来去践踏他 那什么就是践踏他 我们看过一个词 介绍过一个词 这wear and tear wear down 是个动词片语 这wear down 并不是穿衣服的意思 是一个东西 被慢慢耗损掉 所以wear and tear 也是一个生活上常见的字 这个tear 就是有拆掉 或之类的 不是tear 是tear 所以wear and tear 一般就是我们讲的 东西的耗损 所以例如说 我一台脚踏车 这台脚踏车 骑了十年 so the bike has had lots of wear and tear wear and tear 是一个完整的 名词片语 wear and tear 所以刚讲的 磨损 tear就是 撕坏掉 或这些的 好 所以 这条路 似乎想要你去 wear它 吸引你过去 来走走它 大家可以听懂 我们三句 再一口气念一次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中文怎么说 于是选择踏土 其风景 同样美丽 幽静或许 更胜一筹 必草七七 且少有人机 好 那它的翻译中文写的是 于是选择踏土 那我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真的走了这一条 它这个took the other 这个took呢 到底是不是 看了一下另外这一条 做比较 还是真的就走这一条呢 我个人觉得 这里好像还没看出来 所以我们再往下 继续看下去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所以那这句我是中文先说 尽管偶然遭我经历 二路其实相差无几 so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所以好像就走了吧 大概是 所以 那个passing就走过去 这样子 这句话其实我觉得非常难翻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所以通过它的时候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所以 因为这毕竟是一条路 说实在的 它说它看起来是比较grassy 然后比较想要你去踩踏它 wanted where 但这句其实是重点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大概就是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大概就是 它看得出来人们 已经走过那条路 the passing there 那这个passing呢 把他们两条路 就是践踏的事实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where这个字 这里变成了warn 而且用了过去完成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好 anyway 这里大概懂了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好 所以and both both就是那两条路 that morning 就是那一个时间复词 所以那天早上 那天早晨 这两条路 both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那累就躺在那 OK 应该 翻译成躺在那 大家还说的过去 虽然没错 因为lie的过去 是躺过去 的确是累 好 所以两条路 躺在那 再强调一下 equally 很平等的 并置放在那边 而且在那个状态 就是呢 都有被叶子盖住 so they lay there in leaves leafs 你叫叶子 而且这些叶子们 是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的脚步 去把它踩到 踩成黑色的 你知道 叶子在地上 踩踩踩踩踩 所以叶子可能就不黄不绿 已经被踩黑了 所以两条路都是被叶子盖住 而且这叶子都没有被踩成黑色的 好 所以这两条 那天清晨 二路病治 所以 morning equally lay 病治在什么状态下呢 落叶清洁 未经 铝 鉴 这个铝就是铝铝 每一次呢 很多次的那个铝 铝赤不爽的铝 鉴就是那个 是鉴踏的鉴吗 应该是鉴踏的鉴 没有错 竹子 竹子旁 所以落叶清洁未经旅间 OK 我相信 不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目前听到一个概念 就是 他不断的强调两条路 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OK 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好 下面继续看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所以 Oh 且将前路留待他日 其实你看我看到这里 所以我才觉得说 他刚刚的翻译 不见得是已经选下去了 我觉得他这句 才是真的选择 或许 可是他过去是 所以可能是刚刚真的选了 Anyway 这个可能我就不纠结了 So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所以我把那第一条路 留给另外一天再来走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he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然后刚刚讲 然而道路条条相连 我可否有重回之时 也就是说 他选了第二条路之后 他说 第一条路我改天再走 但是路一条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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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后他的人生继续往前走 比如说 他根本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重新走那一条第一条路 的这个可能 他说他不晓得 所以这里 oh 且将前路留待他日 然而道路条条相连 我可否有重回之时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所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会再回来 然后前面说的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所以way就路 leads on to way way会 lead到另外一条way 最后大概就这一段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n 所以我将与他处重提此事 叹息不悟 所以我现在讲这件事情 是用一个叹息来讲的 so he is telling this with a sign sign就是 这就是sign 叹息 所以他用叹息来 再说一次这件事情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所以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的时间点的地点 somewhere 然后就已经好多好多的年代 在之后了好多好多年以后了 ages and ages hence 这样子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rd 所以哇经过了很多的年以后 我现在在开始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现在就是说了 有一天哪有两条路分在一个 插路在一个森林里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rd and I 而我呢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我选了那一个人 比较少人走的那一条 而那个呢 就造就了一切的改变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所以刚刚的 我们把它翻译完 我将于踏处 重踢此事 叹息不悟 时间流逝 光阴四点 曾有一林分出两路 曾经有一个森林分出两路 我选了少人走的路途 而这造就一切改变 所以这里啊 有的大家的翻译 可能就会觉得说 他选了那一条比较少人走的路 而那个就造成了他人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他似乎是在感谢他当年的这个选择 可是也不见得是感谢 因为他讲了side 叹息 所以这个叹息表示 他选了那一条比较少人走的路 然后他反而他的人生经历了更多的痛苦跟困难 因为少人走的路可能比较难走 可能多了一点迷路 所以他的人生一切的不同 都是因为选了那条比较少人走的路 然后他的人生就比较困难 所以这一切不同由此开始 所以到底在后悔呢 好像有后悔的意思 但是 因为我跟你说 我前面做了一点功课嘛 其实这首诗他写给一个朋友的 那那个朋友呢 以前就跟他一起在森林里面 就在那边晃晃在那边走 然后也是 那个朋友他的人生个性的性格 缺点就是 indecisiveness 那个朋友非常的 就是很犹豫不决的一个人 所以Decisive这个字就是很果断 很能下决定 那加一个in在前面 indecisive 也可以变名词indecisiveness 如果你需要一个角色来做比喻的话 你要是对金庸作品熟悉的话 张无忌倚天屠隆记的男主角 就是一个非常indecisive的人 到底要不要领导群熊来去推翻清朝 不是清朝对不起 推翻 推翻什么 明朝前面是哪一个 唐宋元明清 元朝 以及他在诸多的女性朋友中 周芷若拉 赵敏 实在是选不出一个人 所以他的个性优柔寡断 这就是indecisiveness 所以讲回Robert Frost 他跟他的朋友在森林里面走 他朋友就常常很难去决定 到底要选哪一条 而且他朋友 选了一条之后 又会在那边抱怨说 我们刚刚走另外一条比较对 然后他就很想笑他 所以他就写这首诗的初稿 还是其中一个稿 其中一个那个draft 然后就寄给他看 然后他朋友呢 就很认真的看待这一首诗 就 然后而且是 he took it seriously and personally 我记得wikipedia是这样说 你看我所谓的研究 就是看看wikipedia而已 以至于他的朋友 最后似乎就做了他人生 真的就是一个 比较decisive的 比较决断性的一个决定 就是参加去打一战还是二战 然后死掉了 所以Robert Frost 应该为了他朋友的死负责 写一首是笑人家 然后人家说 你在笑我这个 一天当晚很难做决定 又要挂担 他妈的我的人生 我就去打仗好了这样 这就是我为国捐虚 为国牺牲自己 然后真的死掉了 what the hell 所以这首是其实他在讲的 而且你看我再强调一次 他后面讲说选 你看他最后一句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 by 我选了人手 少人走的路 但是前面讲了一大堆 就说两条路看起来就差不多 没有一条比较少人走 再强调一次前面说的 他说 两条路都躺在一个 落叶的清洁未经旅间的一个 然后再前面一句 他说 所以就是这两条路 被践踏的那一种 就看起来多少人走过的 那一个横跡 事实上是二路其实相差无几 你怎么知道你选的那条 到底是人多走的 还是人少走的 you don't know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OK 所以这首诗其实 并没有在那边跟你说 我选了一条 真的是人比较少的路 然后他就造成了 我人生所有的改变 没有那么 这是解释错的 大概是 OK 那到底真的的解释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就是 笑这个朋友 你优弱寡断 你选了半天事实上 选了跟没选一样 然后重点是 你不要在那里后悔 没选另外一条 OK 因为后悔也没有意思 因为两条路真的就差不多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 从那个 就是 有时候我们 再讲一个英文片语好了 就是 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事后诸葛 就是我们 我们 呃 事后诸葛这个成语 你应该就懂了 但总之英文叫 hindsight is twenty twenty hindsight这个字 hind是后面的意思 所以像动物那种四条腿的 就前腿跟后腿 后腿就叫 hind legs 那英文的那个描述事例 我们讲说 啊你这一点零了吗 对不对 二点零有没有 一点零 已经就已经很好 对不对 那二点零是什么 还是一点二就很厉害 一点零一点二 那不管了 那英文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数字不同 不是一点零 二点零 是 twenty twenty 所以说 hindsight is twenty twenty 这句话就是 呃 那个成语叫什么 我有点想不起来 就是你事后诸葛去想的这个东西 就是永远都是对的 这样子 好丢脸 举个成语举不出来 然后用一个很烂的方式去解释它 好我们今天讲这篇节奏其实有点慢 可能有人看到你要睡着 but anyway 我们这样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诗 我们就解析到这里 好希望你喜欢 我们要不要再重重念一次 好了 要不了多少时间 Let's do that So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OK 我是Paul 好 我下次見